Hello 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来为各位示范 这个去锈水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经常我们这个去锈水 要这个 去除螺丝的锈的时候 我们把它滴下去的时候很容易流失 这样就会造成我们的 效果变差 而且我们要消耗很大量的去锈水 那各位可以去买这个 造型紫粘土 这紫粘土一般的五金卖场 文具行都有的卖 那这种粘土的话也很便宜 这么一大块 我记得我买了好像40块钱 我们就 拿一点粘土来 然后 然后你就可以 在它的四周把它巩固起来 这样子 做个提防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那个 连土 把它 形成一个提防 然后让 去锈液 然后停留在这个螺丝的四周 然后 它可以渗到 螺亚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 要不然你一直滴它 然后它的 液体一直流掉 也是一个浪费 四周把它巩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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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去锈水 灌在这边 好 让它慢慢的浸泡 尤其是对于那种 生锈严重的 特别有效 好 因为我曾经遇过那个洗衣机的螺丝 拆不下来 可能要泡很久 也有 也有这种情形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你看 我把它滴下去 它都 保持在螺丝的四周 然后往下渗 那是不是 我们只要用极少的用量 就可以 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好 那这个是把它摆平面嘛 啊 如果说你像 像有些机器它不能撤倒 好 比如说 摩托车或是轿车 你不能把整个车子翻倒啊 啊 那也是可以用啦 譬如说 譬如说我们这个 螺丝在这边 你可以 在侧面做一个 侧面 侧面做一个凹槽 啊 就像那燕窝一样 在侧面 把它包覆 把水 集中在上面就好 啊 一个 侧向的一个 一个杯子就对了 这样也可以达到 类似的效果 这样的话才可以泡很久啦 那你如果没有了 剩下去了 你可以再滴嘛 你看 非常节省 对不对 那你看它慢慢的溶解 把那个 铁锈都融出来的 这种紫色的 深紫色的液体 就是 被我们的去锈水溶解出来的 好 那今天为各位介绍哈 这个 去锈水的一个 比较好的使用方法 那希望各位呢 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按赞 也不用了 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